桌上摆满了赏亮亮的黄金 这些可是摩采活动的重头戏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在今年广要民众 参与癌症筛检活动 为了提高民众参与意愿 市府特别在睡眠年中举办公开抽奖 只要是参加过的民众 就有机会将黄金和平板电脑带回家 你们参加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健康行动 不仅拿到哪个奖刀 这里还有没有写上去的 包括台北参长的这些计票 包括台湾的付出券 还有什么 还有都没写上去的 你不仅拿到奖 你还守顾了自己的健康 你爱自己也爱家人也爱朋友 因为你参加了筛检 早期发现你可以早期治疗 我们先来抽出第一个号码 那我是不是 一盒 一盒 好来一盒 根据卫生局资料统计 包含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和口腔癌 在今年截至10月底之前 共有31万5千多人参加免费筛检活动 其中将近900人被淹出阳性反应 幸好发现了早及时投入治疗 避免末期症状带来诸多遗憾 要加强就是真正所谓的高危险型的 这种癌症的犯罪的话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现在的人 对癌症的治疗有信心 癌症治疗有信心 也就是我们要保卫宣传说 癌症本身事实上并不是解症 不是断肩的 事实上是可以治疗 你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后就发现 利用这天抽奖活动 师傅也特别表扬推广有功的多家医院 卫生局表示许多民众对于癌症依然存在恐惧 不愿接受筛检 因此措施治疗的黄金时间 不过现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 癌症已经不再是无药可医 呼吁民众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 记者洪嘉宏